回程了,现在我要规划路线,要出发了 这在配合好,收缘配合 打游戏,拍段子,开直播 这是97后樊精灵所创办的养老院内 老年人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 打破了公众对养老院的传统刻板印象 让传统养老变得好玩新潮 我现在经营了五家养老院 在我这儿不只有260位老人 我们在全网还有350万的粉丝 在这里我不只是养老院的院长 也是一个幼儿园大班的班长 年轻玩的东西他们都玩 打电竞,拼金木,调咖啡,什么都会 一名年轻人为何会以养老创业 樊精灵介绍,创办养老院的想法 是与奶奶的一次意外 因为我从小是奶奶带大的 奶奶老了之后,就因为父母比较忙 她就一个人在家,一个天就摔倒了 当时我就想,以后我也不能经常 陪在奶奶身边 要不然我就开一个属于她的养老院 这样的话我能够天天陪着她 所以说养老才加入了我的人生的选择当中 樊精灵以养老创业的想法 得到了家人的支持 在大学期间,她开始学习相关养老知识 并考取了多个与养老有关的证书 毕业后,在家人的帮助下 她的第一家养老院在2019年正式营业 最开始就想着传统做好这个行业 但是过了半年的时间就发现 老年人每天,最大的事件就是看电话板 如果说一群老人看电视的话 大家眼神都不在动了 都不在放空自己 自由就想能不能加入一些年轻人的东西 活跃下养老院的气氛 在樊精灵看来 养老院不仅要满足老年人的生活需求 对于其心理和精神需求也不能落下 我们对老人的精神是有独特的一套犯法的 我们每个老人大概有这么厚的一打指 就是他能经验到老人 几点起床 爱什么爱 什么时候睡懒觉 我们都记录了下来 因为我们这里有很多年轻人 他们的工作不是照护老人 就是陪老人去玩 去挖掘老人的精神需求 于是老年人打另类麻将 玩电竞 说网络用语 短视频等时下流行元素 走进了樊精灵的养老院 丰富了老年人的晚年生活 拍着短视频的时候 奶奶是说对了 说错了 然后包括我们拍东西的时候 是否笑场 我们只是希望老人通过拍短视频 感受到年轻人 带给他们的一些快乐 所以说短视频只是为了 帮助他们的娱乐生活 而并不是说要 非要去拍出一些什么东西来 人家老院里头 感觉着心情也好 咋好又通灵人 打打游戏 坐着聊聊天 还连连自己 这个受脑烟 灵活 性质也开了 身体也比以前好了 自己感觉着 老又说赢了 也又说乐 也开心 也快乐 谈及未来 樊精灵表示 目前他正在筹备老年电竞国际赛事 希望以此吸引更多年轻人 加入养老行业 我们要跟中日韩三国的老年战队区 比一比拼一拼 让我们老年人也能 通过我们的战队 走上国际的赛事 我们线下的话 也会继续做我们的短刃兵推广 我们也希望通过我们的宣传 有更多的年轻人 能加入养老行业 这样的话 我们的养老才能更加的创新